它是以过色为主 红的绿的 蓝的紫的 有些颜色很强烈 但是在这种颜色 关于它处理的时候 常常用金银黑白 比如金线 银线 或者黑白的线条 或者色块把它隔开 比如我们中国京剧的服装 非常灿烂非常漂亮 你看里边用的大量的金银 和黑白 这样的颜色 它很对比很强烈 但是它也看得很美 这个民间年画 像杨柳青 桃花屋的年画 也用原色 大红大绿这样的颜色 这里边它也穿插了金银 黑白这些线条 那么古代的中国画 特别重彩画 这个比较淡 淡雅 而且它比较多的是在 这个卷上 以墨为主 比如用墨画了山石 这个背景 以后前面 部分的花鸟 是用颜色来画 是固有色彩 那么为了发展我们的绘画 现在我们色彩呢 丰富了 实在呢 这个 前进这么多年以后呢 那人们对色彩 这个 特别一会儿传入以后 很受大家欢迎 那么我们中国画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也应该 把我们的色彩 丰富起来 吸收一些 西洋 关于色彩的 这个 方便的 色彩学的 一些道理呢 能够 符合我们 中国画的东西 可以吸收 可以应用 这样是 中国画的色彩呢 就更加 这个丰富 更加丰富多彩 在画面 这个特别的展览会也好 在家庭装也好 它的色彩效果呢 比原来更强一些 因为过去这个 是比较强调 比较淡雅 幽静 说的不好呢 有时候就容易灰暗 特别墨用多了以后呢 它比较灰 放在比较 一种像过去那种 传统的那种 老的那房子里边挂起来 跟书画字画在块 很协调的 如果放在 另外一些场合的话呢 就觉得灰了 特别跟油画 鲜化 板化 再一些比较的话呢 就觉得好 没有什么色彩 下面呢 我 就把这个 鲜化这个色彩 这个 基本的一些 一些对比的关系呢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颜色呢 它有三原色 颜色呢 红 黄 蓝 这三原色 三个颜色 互相调配的时候 就出现了三个辅色 这叫原色 辅呢 是辅助的辅 辅色呢 就是有两个颜色 调起来的 比如说红加蓝 就是紫 啊 那 是辅助的辅助的辅助的辅助